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病毒大问答 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流感病毒 今天的节目特别不一样 我们挑选了三位人类来参加我们的知识问答节目 答对了 没有奖品 但是答错了 嘿嘿嘿嘿 那就等着被我们流感病毒感染啦 那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这位是完全没有特色的普通人类 这位是总是小病不断的虚弱人类 最后这位是连续三年没有生病的健康人类 不知道为什么要邀请健康的人类 总之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简单明了 抢答正确你们就能获得自由 但如果抢答错误 你们人类就等着被我们流感病毒大去感染吧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题 流感耗发的季节是秋冬 是否正确 人类 说出你们的答案吧 我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秋冬感觉就很容易感冒 你确定吗 等一下等一下 我觉得这一定是陷阱题 秋冬本来就容易生病 我才是春夏 欸欸欸 稍等的喔 不对喔 应该说流感跟着梁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再说啦 流感跟感冒是两回事啊 欸不过啊因为我们秋冬都在室内活动比较多 所以啊病毒传播也比较容易 所以说流感说是在秋冬耗发也是没有错啦 嗯 你说的没错 这次算你们走运 下次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第二题 肺炎 脑炎 心肌炎 哪一个不是流感可能引起的并发症 说出你们的答案 根据我专业的分析 流感应该只会影响到呼吸道 那流感的症状就是 呃喉咙痛 咳嗽流鼻水 发烧 那加上咳嗽又是呼吸道症状 所以据我专业的判断应该就是 脑炎吧 等一下等一下 你分析得很好 但是先不要分析 就我来看 心脏离呼吸道更远更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应该是心肌炎才对 欸不对不对 且慢 流感的症状啊 虽然说是跟小B讲的一样 包含发烧 头痛 肌肉酸痛 疲倦 流鼻水 口容痛或咳嗽等等 但是啊如果身体免疫力不够强 像是啊65岁的长辈 或是婴儿啊 孕妇啊 免疫功能不全的这些 欸有慢性疾病的人 其实啊病毒可能就会慢慢的侵害他们的全身 严重的话还可能会有并发症 所以啊其实这三个啊 都是流感可能会引起的并发症 可可可可可恶啊 你这家伙不准再回答了 好 最后一题 戴口罩 均衡饮食 请洗手 哪一个不是害流感病毒无法感染人类的方法 请回答 等一下这一题该不会也是陷阱题吧 没有错 因为预防流感的方式啊 其实不止一种 使用肥皂勤洗手啊 佩戴口罩啊 或是注意咳嗽礼节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平常注意均衡饮食 多运动提升自己的抵抗力 这些啊都是我们平常日常就可以做 然后能够预防流感的最好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啊 因为其实每年啊 游行的流感病毒类型都会不一样 所以呢为了获得最好的保护力 我们就是要每年定期接种 流感疫苗 哇 可可可啊 到底是谁邀请这人上来的啊 拿着 你刚刚那一招超酷的 在哪里学的啊 这招其实很简单 除了刚刚提到 预防流感的小知识以外 也要记得啊 接种流感疫苗 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 已经分别于今年的 10月1号 11月1号 两阶段开打 大家都别忘了去打疫苗 才能预防流感哦 喂 您好 我要预备打疫苗 接口